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现在小学生眼里,王一博是不是挺火的 答案居然是一致肯定 最近网友跟私教儿子的对话上了热搜 原因很简单 就是提及了一个热度相当高的娱乐明星 UNIP王一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位网友上私教课 教练的儿子在旁边围观 大概是十来岁的年纪 是没小话牢 在这位网友做波比跳的时候 累到不行之时 该小朋友居然嘲笑起来 说这位女生太弱了 结果两人就互对了起来 没想到的是 小男生说了一句话 瞬间让该网友破房了 那就是他说 这位网友太弱了 是不是躲在王一博怀里 阴阴阴的那种弱女子呢 听到这句话以后 这位女性网友瞬间无语了 看来小朋友已经都知道 王一博了吗 的确如此 现在的王一博 在小朋友们的认知中 可能是真正对于明星的一个定位标准 很多人都是因为 王一博的街舞 甚至通过自家的家人了解过王一博 特别是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开始跳街舞 自然而然的就认识了王一博 除了这位小朋友对王一博的认识之外 还有之前一位八岁的小朋友 在被人嫌奇问到喜欢什么样子的偶像时 小朋友脱口而出 喜欢王一博 更大赞王一博是全面发展的中国好男 节目中 更让我们的小奇哥改名叫王二博 果然王一博已经火到了各个年龄段 原来不仅是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如今看来 从小朋友到老朋友们 从男生到女生 都已经全方位覆盖了 特别是小朋友眼里 可能王一博是最火的那么一位明星了吧 最近街舞开场舞 还有王一博的地板舞致敬街舞的作品 已经大半个月在抖爸爸平台疯狂在翻跳 感觉整个跳舞的氛围感被拉满 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段 男女老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翻跳这段舞蹈 瞬间引来了超过上亿的播放量 可见王一博的人气到底有多高 再加上最近王一博的热度跟话题度频频登上热搜 主旋旅红歌在一个月内发布了两首 《炙热的梦》 致敬消防英雄们 追光的人 致敬大国重器建设者 这是王一博在用实际行动 让我们通过主流歌曲的方式 传递中华文化 让更多不同年龄段的人 了解中国 了解我们当下发生的重要事件 这才是顶流的价值 也是王一博作为当下娱乐圈中c世代文艺工作者的样子 我们从来不会怪罪流量带来的效应 也从来不想让流量化来束缚大众认知 但是流量的确代表了名语力 同样流量流去的方向很重要 流去正确的方向才能发挥最有价值作用 就是因为王一博没有消耗自身流量 让大众认识他以后 了解了街舞 滑板等小众运动 让小众变成了大众 才会深受大家喜欢 所以呢 别说小朋友们喜欢他 认识他 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的大朋友 受其影响 也能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 这才是最重要的